昨晚今天下午呢就是证件发表会 不过这个侯友宜坚早上是召开记者会 针对凯旋苑还有新庄土地的争议 来痛批民进党抹黑 侮辱自己的妻子跟女儿 更扬言要对赖清德来提告 同时呢侯友宜也解释了 新庄的土地是妻子合法继承 会进一步买土地呢 主要是因为持有的土地 挡住了另外一块土地的出入口 在和地主协调之下 才买下部分的尺分 谈到家人是又气又难过 甚至眼眶泛红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特别在辩论会前夕 召开记者会情商火线 将凯旋苑新庄土地争议 说清楚讲明白 如果敢用这种不实的手段 来抹黑 包括我抹黑 喊出一定会对民进党提告 何友宜也进一步解释 凯旋苑剩下的五十多间空房 将在下礼拜开始开放登记 作为青年宿舍 其实二零二六 那是整栋 那现在五十几间 我们元月份就会开始了 除了凯旋苑争议 民进党更质疑 新北市府放宽荣基奖励 恰巧何友宜妻子 名下的新庄复兴断土地 统统符合条件 是在图里自家人 何友宜解释 新庄复兴断土地 是因为原本持有的两百五十四号 挡住了两百五十三号的出路口 在和地主协调下 才买下部分持份 而在做好防守之余 侯正宜也对赖清德发动攻势 赖清德才一度用哽咽的方式说 有啦有缴税啦 可是事实呢 赖清德的违建不曾申报涉及 当然也没有缴房屋税 也不会有房屋税的缴税记录 只问赖清德 万里老家的房屋税 到底缴了没 公益信托 进度也是一拖再拖 全战倒数两个礼拜 蓝绿阵营频频展开工房 血液不敢大意 记者吴永安王毅德 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